晚金人又做梦了,西元考试时竟被那个刺客挟持,还有那个阿大,很不对劲 不行,我要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西元出事 黄大人 教义父救后,旧约赠的今儿突然上门了,可思诱人起伏你,只要死在这永走城,义父还是能舍上花的,有事儿你直舍就死 义父,我要说的是儿童前几日那个刺客有关 诶,那个刺客,你把你知道的仔细说了 接而我夫君去周府参加考试,我去送他,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有人翻墙进了周府 我们去得早,周府也没几个人,但是我确定我看得真真切切,翻墙的那人就是前些日子在岳府上碰到的那个刺客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 王广贤压低声音十分严肃地问道 义父,我不敢保证真的是那个刺客,但他们的身形却十分相像 再者说来,即便他不是什么刺客,翻墙进去定然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 万一,万一是有人舞弊呢? 科举一旦出了乱子,主考官陈大人和您恐怕都脱不了干系的 王广贤瞳孔一缩,一颗心乱如麻 此事重大,那得险去造陈大人赏意以反,再做定夺 王大人怎的大清早上门,可是要同本官一起去周府 陈大人,那有十分重要的私请同您舍 王广贤将苏九月的话说了一遍,陈耀宗的眉头也拧了起来 王大人,这种事可不是儿戏啊 那自然知道这是不是儿戏,不然也不会特意泡一汤了 那琢磨着那这一女舍的孩子又几分刀利的 咱们先将学字车出来,换个第二靠司,周府浩森围起来 别让那刺客逃了 王大人,若是要换个第二靠司,又该换到何处呢? 去浩院属渊靠,浩院属渊那么大的 第二拥来靠司,丁然是足够的 司法突然,那二人联名谢逢宗折上报朝廷 吴皇颖名,丁会款输那么的 陈耀宗在心中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 给我搜,哪怕绝第三尺也得给我将那刺客找出来 到底是哪一环节出了岔子 对方居然这么笃定,自己就藏在周府里 旁边是阿大,他果然也来了 苏九月一直以为阿大是个好人 可就是在昨天晚上的那场梦中 他才隐隐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他竟为了个不知什么来历的刺客 就放弃营救西元,张大人 原来是你啊,小村姑 如今一下子换了身派头,我都有些不认的了 张大人,我听人说周府里头可是藏了刺客 哪有什么刺客,你少听人瞎说 我也不过是道听徒说听了那么一耳朵 没有刺客就好 最近街上的传闻实在太多了 真让人心惊胆战的 九月小姐可还有事 若是没事的话,我还得去当差呢 呃... 苏九月此时下意识地就想要拖她一拖 脸上露出了一抹犹豫之死 大人,我确实有事要说 原本想去找官爷,可是他们压根就不让我进去 嗯?什么事儿?你直说就是 苏九月张口就来 她自己都觉得自己说的根真的是 大人,我方才瞧见一个人从后头的槐树上跳了下来 转身进了对面茶楼 我也不知道他是刺客还是看热闹的人 那人个子高高的,有些偏瘦 身上穿着一身黑衣服 你确定? 这我哪儿敢确定 我就是瞧见人了 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刺客 我们都在这儿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也没见他们找到刺客 所以瞧着那人鬼鬼祟祟的模样 才容易多想 嗯,本大人记下了 你姐回去吧 别在这儿凑热闹 也没事好看的 我知晓了 这就走 这就走 接下来就看宋将军的了 我已经禁灭了 希望宋将军尽快抓到人 当阿大再次回来 正好看到宋阔抓到人出来 立刻走上前去 黑着一张脸问道 宋将军 可抓到人了 张武 你不是被将军派去抓那些小谷胡人了吗 嗯 别提了 哪有什么小谷胡人 那些个鼠辈 不过才听说了我苏家军的威名 就一个个夹着尾巴朝着北边逃去了 我今儿才回来 听说你这儿的刺客似乎是个胡人 就想着过来了帮帮忙 有本将军坐镇 你大可放心 刺客已经抓到 我去找大将军复命 宋将军辛苦了 不如我帮您把人送去给大将军 宋阔皱着眉头直愣愣地看着他 直到阿大被看得尴尬 他才慢悠悠地问道 张大人 抢人功劳也不是这样抢的 我知道你没抓到胡人 唯恐大将军责怪你 可这刺客是我捉的 让你去教人又成何体统 快将你那不切实际的想法收一收 本将军先走一步了 这就是刺杀顾小姐的那个刺客 是的 大人 属下在他背后还发现了塔德纳不足的狼图腾 原来是塔德纳不足的 好嘞 带他下去好好照顾照顾 也好让他知道 直到我们大厦人的战客知道 将军 属下还有事要禀报 吸我嘞 有话就说 有辟就放 磨磨叽叽的还是不是阴谋 将军 还请您父儿过来 啥事了 生命死死的 格强悠尔 宋阔板着一张脸 十分严肃地在塔尔潘说了一句什么 苏庄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整整僵硬了三个呼吸的时间 才慢悠悠地抬眼看向了宋阔 眼睛都有些红了 您说的可是真的 大将军 姿势重大 我自然不敢乱说 只是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这才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与您听 至于如何定夺 那就看您自己的了